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而言之大家都想要长得好看 好啊 清朝的玉林国师 长得怎么样 好看还是难看 你骗我 你看过 你看的是电视啊 电视演员办的那个玉林国师 你如果看过 那就真的你就是不是普通人了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典籍讲的他 还蛮好看的 蛮庄严的 你看那个格格公主不是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整天往寺庙里面跑 是不是 玉林国师过去生啊 奇丑无比 他在寺庙的时候 人家有一个很会修福报的人 他来供养出家人 供养一双生鞋 亲自为法师穿上 供养一个拨 供养一袭袈裟 亲自为法师披上去 再请所有的法师做好 跟他一位一位顶礼 结果供到玉林国师的前生的时候忍住了 他说我没有办法 法师我没有办法跟你顶礼 你长得真的是 我又转过来又呕吐一下 这个玉林国师的前世 跑去跟他的师父怎么样哭啊 他说师父 师父 我要原疾 他要入涅槃了 他要死了 他说不要啊 你不要 不要因为你长得难看 人家这样子看不起你 你就想寻死 发这个恶念 恶念绝对会有报应 说你到你的葡团下面掀起来 那里有砖头啊 你去掀起来看看 他去他打坐的地方掀起来看 有一只小的毒蛇在那里 他的师父跟他说啊 你那个恶心啊 就是想啊 就是我讨厌那一个人 我恨那一个人 等于就是下辈子遇到 你就会报仇嘛 你就会投胎当那一条毒蛇 你应该忏悔啊 自己长得这样 自己有前夜 所以他就到佛前忏悔 发愿念什么 念我们等一下要念的那一部 药诗经 发愿念药诗经 因为念药诗经 药诗经的人他会向好庄严 他就发愿生生世世我都念药诗经 再翻开那个砖头去看 那个毒蛇已经舍爆了 也就是他的恶道就断掉了 同生道这个畜生道就断掉了 你看看这个佛法的力量多伟大 可以让我们的心念顺时转为清凉化为吉祥啊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念药诗经 要好好念 旁边有人打瞌睡 聊天 在那边滑手机要劝他 今天是几千人上万人次的大法会 念一次药诗经等于在这个三十几分钟内 圆满几千部药诗经啊 所以等一下你念这个药诗经 如果你想请回家 常常念像玉林国师一样这么庄严 当到国师 你就把他请回去 但是不要亵渎啊 这个经书不可以坐在屁股下面呢 千万不可以啊 有的人就这样放在椅子下 跨过去有无量的罪业 放在家里的这个佛堂 高的地方干净的地方 要念的时候再把它请下来 不可以亵渎 请慢 这可以跟大家结缘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